日本金刚县突发大地震 房屋倒塌四周化为一片焦土 城市已然成了废墟 男主小野从昏迷中醒来 看见不远处一个女孩正在无助地徘徊 雨震造成电线杆倒下 产生剧烈爆炸 眼看大火就要将小女孩吞没 一名救援队员从天而降 将她抱走 女孩终于幸免于难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犹如世界末日般的灾难 还仅仅只是个开始 根据美国科学家分析 由于地慢对流运动 太平洋板块会嵌入日本海沟下方 随着板块移动 引发的巨大地壳变动 随后的30年之内 日本岛也会被慢慢拉入海底 彻底沉没消失不见 日本首相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心情十分复杂 无比担忧的同时又暗自信心 还好有几十年的缓抽时间做准备 另一边 海神6500号深海潜艇内 男主小野正在进行勘探 虽然又一次有惊无险的完成了任务 但是队长填索 无意中发现海底冒出的大量枣气 和若隐若现的熔岩流 神情切无半分喜悦 反而无比凝重 回到陆地后 小野被同事告知 有人来找他 男人便是女主角林子 她正是开头从天而降的救援人员 他们在那次事故中相识 逐渐对彼此产生不少的好感 林子这次特意来邀请小野 一起去看望上次被救的小女孩 大家正在小酒馆内开心的聚餐 一波小地震袭袭来 其他人对此都有些见怪不怪 小女孩且害怕的趴在地上 看到小野专注的安慰着小女孩 林子目光满是温情 首相自从知道 日本家在30年内沉默后 早就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委任科学大臣沙芝 兼职危机管理大臣 来全权处理日本沉默危机 之所以找上他 就是因为他有足够的担当 沙芝果然雷厉风行 立马成立了调查小组 设法找到解决办法 带队的正是地震研究所的田索博士 要说这日本人做起事来 确实一丝不苟 他们首先便是启动深海泰测船 来到太平洋中央 利用固定在海底的设备 钻摊到7000名以下 借此观察地半层的运动状况 接着来到北海道 利用人工地震 测量地心震荡强度 分析地下状况 经过全组人员不懈努力 终于收集到大量数据 不过将它们输入到电脑后 填索惊呆了 由于古细菌的大量繁殖 生成的朝期液化 会对巨石牵引板块 起到润滑作用 日本岛下沉的速度 其实比美国预测的要快许多 也就是说 日本沉没并不是在30年后 而是在338天之后 其他官员对这说法 有些嗤之以鼻 打心里不相信 也不愿意相信这一说法 尽管填索言之凿凿 列举了日本岛 即将发生地震的起初低点 还推断出了 整个日本将以富士山的 火山爆发彻底终结 政府最终还是否决了 填索的撤退提案 而是把精力全部放到了 验证填索结论的真实性上 填索的研究队伍被迫取消 连最先进的科研设备 都被政府收回 填索对政府的作为大失所望 于是便向小爷邓祖元 说出了末日的秘密 劝他们尽快离开日本 当然 不管政府的调查结果怎样 仍然改变不了 日本即将沉没的事实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 首相还是在做着第二手准备 日本移民计划启动 他首先要做的 便是出访国外 希望中国等国家 接受日本的难民 然而 飞机升空后不久 北海道南岸出现了大地震 地动山摇 地面瞬间出现树道裂缝 首相乘坐的飞机 毫无意外地 被漫天的岩浆火山灰吞没 这是自有观测时以来 最大规模的火山爆发 造成了地面极大的伤亡 犹如末日前的序举一样 全国各地都陆续出现地震 日本陷入了一片混乱 轰抢物资 航班暂停 股票崩盘 银行破产 代理首相为了不让群众恐慌 在全国发言中 把一年的末日期限 改成了五年 随后根据和其他国家签订的协议 陆续向国民开放 出国避难通道 国际航班陆续起飞 然而随着难民不断迁移 很多国家表示 很难再收留日本人了 看着代理首相 用国宝做敲门砖 谋划日后的美日建设 而不是以此来换取 其他国家接纳更多的难民 沙芝对这位 罔顾日本人民生死的代理首相 非常失望 心有不甘地找到填索求助 此时填索已经有了最佳救援方案 那就是在受牵引力的板块弯曲处 摆放大量的炸药 如果将牵引板块炸裂 日本就不会被拖入海底了 但是想实施这个方案 除非得到全球的帮助 不然仅靠日本的深海看侧船 是远远不够的 与此同时 随着避难通道陆续开通 小野也拿到了英国的通行证 他想带着林子一起走 没想到林子却不愿意离开 作为救护队的一员 外面有太多人需要他的帮助了 他做不到独自幸福 日本发生这么大灾难 很多国家都派出了自己的船 中国也伸出了援手 在他们准备的同时 全国不断爆发更多的灾难 海啸火山爆发大地震 无数人走进了避难通道 也有无数人暂时被拒之门外 随着难民数量越来越多 难民给其他国家的本国人民带来的不安 让很多国家关闭了避难通道 最受打击的是在最危难的时刻 美国抛售了日本国债 日本最好的盟友放弃了他们 接着火山灰数量太大 超过了飞机起降的允许范围 避难通道彻底关闭了 不久后 日本就爆发了7.4级大地震 随着地震引发的地质移动 富士山很快就会大爆发 日本沉默要提前了 大阪 赖良 京都 明古屋 全部沦为人间地狱 在岸边等待救援的人们 派来了大海啸 拿着通行证准备登机的人们 也被命令往高处迁移 林子的救援队拼搏在第一线 但是人的力量和大自然相比 太小了 之前被林子解救的小女孩 正随着赖民前往高地 在途中也遭遇了山体滑坡 幸运的是 小女孩又一次在好心人的帮助下 逃过一劫 另一边 填索最终还是接受杀枝的宣说 组织勘探队在板块预埋炸弹的位置 进行绝早工作 在其他各国的帮助下 终于挖掘完了所有枣口 并预埋好渣药 眼下最重要的一步 便是在凿洞位置安放引爆炸弹了 可惜的是 就当进行到最后一步时 突然出现的乱泥流将引爆的炸弹撞飞 深海勘探器也被拖入海底深渊 这次任务失败了 小野看着和勘探器一起毁灭的同事的遗物 想起之前在街道上看见的无数尸体 那颗原本沉浸的心脏突然又动了起来 小野来到林子的驻地 很感动 表示自从地震夺走父母和朋友的生命后 小野是第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 两人情不自禁地抱在一起 享受最后的幸福 第二天 林子发现小野不见了 原来他此时已经出发去找填索 表示自己想代替同事 完成安放引爆炸弹的工作 填索此时已经有些万念俱灰 这几乎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因为之前的深海勘探器已经损毁 现在只能操纵眼前这支已经退役的勘探器了 他的额定潜水深度 远远达不到安放炸弹的为止 但小野却异常坚定 表示他要像林子一样 即使只剩一个人 也要拼尽全力去救援 而且他也有想要保护的人 交代完具体操作事宜后 小野下水了 刚开始很顺利 当他来到水下3800米时 探探器已经出现了很多故障 氧气调节失灵 耐压能力减弱 好在也不完全是坏消息 经过一番查找 小野终于发现了同事留下的炸弹 于是屏住呼吸准备一举取回 突然船体一阵震荡 炸药掉了下去 小野没有一丝迟疑 直接控制勘弹器也潜了下去 机械手成功抓住了炸弹 但是由于碰撞 电源的电压急剧下降 小野现在只有两种选择 放弃一切回到海面 或者把所有的电量 加在机械手上埋放炸药 没时间多想了 小野抛下所有的压舱物后 船体迅速上升 终于达到早口 接着小野深吸一口气 稳稳地操纵机械手 把炸药放了进去 终于成功了 炸药自动点火 贯穿日本的海沟上方 产生了一连串砍山原子弹威力的爆炸 地壳被炸断 即将喷发的富士山也平息了下来 危机终于解除 民众没有欢呼 没有呐喊 只是沉默地望向远处的阳光 缅怀小野 缅怀所有在灾难中 牺牲的普通人员和救援人员 同时鼓起勇气 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重建工作 全剧完 这部影片与其说是灾难片 不如说是一个象征 代表了日本人心头去之不去的焦虑 阿奇在这不得不感叹日本人的忧患意识 没想到这地震说来就来 更没想过 电影中那采绝人寰的画面 竟然会变成真实的新闻尽头 2月13日 日本福岛地区发生7.3级地震 网上流传的每一张图片 每一个画面 每一条消息 都在告诉我们 这是现实 显零零的现实 在此缅怀所有此次地震中失去的生命 在天灾面前 种族国界 有时也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最后阿奇想问问 如果日本发生灾难造成巨大损失 急需各国伸出援助之手 你会以震灾的形式捐献金钱或者物资吗